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羅浩英 大家可以叫我老頭 小二下的時候就開始學大必行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好朋友學 然後我就一起去了 但是那時候對練習很排斥 因為小時候 但是到了國中開始的時候 我就發覺 所以我會音樂就是其實是一種填補自己內心的東西 我記得第一首歌是出現在國三的時候 寫給女生啦 但那時候沒有任何的樂器 就單純的清唱 真正的創作我覺得應該是從大一開始 剛開始就是很單純就是在寫自己的心情 因為音樂是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透過它來塑發 而且創作有時候就是 你沒辦法特定花一個時間說 好我坐下來我要創作了 通常這時候呢我就是會 連什麼都寫不出來 對不對 通常可能就是在捷運站啊 或者是在大車的時候 突然就有靈感了 對啊 所以就想辦法趕快錄起來 不然一下就忘記了 我覺得音樂不只是自己的東西 不能只是那麼自私的寫 也是要為別人而寫這樣 就用力的去生活啦 才有可能去寫出一個 我自己喜歡的歌這樣 不錯 所以我會覺得我好像就是一個廢人 呵